我相信我们都曾经历被试探的挣扎 在过程中我们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 到底我们该如何胜过试探呢 很重要的秘诀就是 要在试探还没演变成罪之前就要拒绝它 其实受试探还不是罪 但罪是人没有妥善应付试探而导致的 我们都知道人人皆会受试探 就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也曾被撒旦试探过 可是他没有犯罪 可见试探虽是人无法避免的 但不因试探而犯罪 却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地方 雅各书第一章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造成就生出死来 在我们还没有被私欲牵引诱惑 以至生出罪之前 我们就该及时对付 迷而知反 悬崖勒马 在试探的威胁临近我们时 在重生的信徒里 内住的圣灵 必会给予我们按时的感动 来察觉危险的 因此我们要多留意 圣灵给我们的信号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要抵挡试探最初的呼唤和骚动 人总是有意无意的应酬试探 与试探继续纠缠 正如夏娃当初被古蛇欺骗时 就是犯了没有及时远离蛇的错 反而还和蛇继续交谈 其实我们一旦给了试探前进的机会 下面就会发现 我们突然被失去控制 而被试探牢牢的挟制了 因为邪恶是得寸进尺的 因此应付试探的最佳防御 就是他一来骚动引诱我们时 就第一时间要逃跑 这就如同约瑟的例子 当法老的妻子想侧诱他时 他便急忙逃跑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掉入试探 是因为我们在试探周围徘徊太久了 我们就因此让自己留在一个危险的处境里 而在徘徊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慢慢合理化那试探 一直找借口来告诉自己 其实就算向那试探屈服了 也没什么关系 不然我们就是徘徊越久 我们那要抵挡试探的决心 也会逐渐缺弱了 各位 无论在刚强的人 一直徘徊靠近试探的话 也是迟早会跌倒的 所以我们都要在试探出灵时 及时逃跑躲避 但要如何胜过试探和魔鬼呢 雅各书第四章说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啊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恶意的人啊 要清洁你们的心 魔鬼之所以能顺利试探人 是因为人心中的罪欲 使人想体贴自己的肉体 而不愿顺服神 但这里经文告诉我们 若我们顺服神 那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而我们若要顺服神 就要认识祂的话语 且借着祂的话语 明白神的旨意 才能跟从 撒旦是狡猾的 但神的话能给我们那更高的智慧 能超过撒旦的聪明 撒旦时常用谎言和扭曲的事实 来引诱我们 但我们若好好认识神的话 神的话便能给我们正确的分辨力 懂得该做什么 该远离什么 诗篇119篇说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我们当在神的话语里扎根 信靠且遵行神的话 就能蒙保守 以致不轻易掉入试探 而得罪神 第二 我们要亲近神 各位 我们与神的关系越亲密 就越不容易掉入试探里 所以 其中一个抵挡魔鬼的防御法 就是一个与神正确的关系 借着耶稣的救赎 我们信徒已经是与神和好了 当我们越能被神的爱满足时 撒旦就越难用任何事物 挑起我们的不满或欲望 而使我们违背神了 其实神是已经与信徒亲近了 尤其借着内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 神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只是我们当对神的同在更敏感 就能更容易体会到 来自神的保护恩典和甜蜜了 最后 我们总要警醒祷告 马太福音26章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各位 当人陷入灵里的沉睡与糊涂时 撒旦便会更加有力量的做工 可是 虽然有祷告的人也会遇到试探 但最起码 有警醒祷告之人 是不容易被试探征服的 虽然人遇见试探是在所难免 但神应许 他必会开出路 使我们能受得住试探 弟兄姐妹 试探常围绕着我们 但愿他们还没有形成罪之前 我们就已经能够察觉到他们 拒绝他们 躲避他们了 但愿圣灵在这方面 时常及时帮助我们